哎 你们谁吃过鳄鱼的呗 味道怎么样 我正在考虑 要不要把这只鳄鱼杀了 打打牙记 还记得我的起始资金吗 四万块 建造动物园给员工发工资 七里八里的花钱 资金最少的时候 就只有一万左右 通过我一番运筹为我 现在已经涨到了三万五左右 眼看就要回本 我终于要开始赚钱了 但是吧 这可恶的鳄鱼 没事就喜欢穿墙出去溜达一下 他也不跑远了 就在门口待一下 看到自己把游客吓跑之后 自己又悠哉悠哉的走进去了 而且我发现 只有这头母鳄鱼会这样 公鳄鱼是不会出来的 要知道我的动物园门票 才五块钱一张 最主要的就是 让游客进来消费 买饮料 买纪念品 买吃的 我才能赚到钱 这母鳄鱼有事没事 就这样出来一下 游客都跑了 哪还有游客消费呢 偶尔出来一次也就算了 可这母鳄鱼 多少有点在挑战我的底线 我在旁边建造笼子的时候 已经出来好几次了 我在钢嘴为买动物 他又跑出来了 这次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了 你该我去那边跟你儿子做 非要我动手 破坏你们夫妻的和谐生活 丑话先说在前头 是你自己管不好你老婆 这下你老婆过去了 你要是孤单寂寞冷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我把你儿子给你运过来了 你和你儿子好好玩 滚 行 那我走 二月池旁边的栖息地 总算是弄好了 新买的鸵鸟也到了 这非洲大草原这么热 先给他弄个水瓶喝水 再来个洒水 吸浆浆温 最后再来一个饲料盆 然后再铺点电鸟 笼子应该不用了吧 我记得鸵鸟是把头 埋在地下睡觉的 这样就差不多了 动物院的老传统不能忘 一扶一齐指 再给他找个对象 动物交易所里面 总共就两个公鸵鸟 第一个公鸵鸟比较均衡 除了免疫力只有33万 其他各项指标都是50 第二个公鸵鸟呢 除了寿命不怎么行之外 其他指标都挺好 一番比较之下 我觉得吧 说明短一点没事 只要他能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视野中 在短暂的生命中 多剩几个小鸵鸟 这都不算什么 毕竟咱们动物园 男性个个都是行走的荷尔蒙 你说对不对啊 零头心 你能让生育能力 只有33的母鸟头心 生这么多 难怪你头点的那么自信 你也别得瑟 趁我不注意 就生了三个小鸵鸵 现在绝育了 舒不舒服啊 行 我走 这公鸵鸟也没让我失望 很快就开始交配了 赶紧看看 这鸵鸟交配是什么样子的 这 这就没了吗 是不是我过来 你们不好意思了 要不我走 你们继续 行吧行吧 时间是短了点 但好歹也是成功了 喝口水休息休息 本以为过不了多久 就可以迎接小鸵鸟的诞生 为此我还把鸵鸟七七地 细心装饰了一番 没想到啊 刚装饰完 又看到他们要交配的消息 什么意思啊 上次交配 你们两个在玩呢 你到底行不行啊 隔壁鱼池也不安宁 把他老婆弄走 儿子弄过来 一开始还没什么事情 可是这个小鱼 长大之后 他俩就搭起来了 老可疼 动物园才刚起步 就有这么多的问题 好在钱我赚到手了 现在资金已经有 十万四千多了 好嘞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